我们现在日子过得好了 人们都在想事 其实所有的人都在想一件事 不管他承认不承认 每个人想的事都一样 想什么呢 就是想多活 俗称长寿 谁都想多活 想长寿 年轻的时候你不这么想 我年轻时候也不这么想 那爱活多久 可我活到今天 活到我这岁数 过六十了 满一个花架的时候就想多活 为什么想多活呢 不为什么 就是怕死呗 所以人就一定要想办法多活 那怎么办呢 我们就讲生命在于运动 这我们说了很久了 我从小就听这句话 生命在于运动 所以不停的参加各种运动 从小喜欢各种体育运动 比如踢足球 踢的不怎么样也喜欢踢 打篮球 打的还算凑合 打乒乓球 打羽毛球 排球算了 排球没怎么打 喜欢 体育运动 只要是一参与 出汗是正常的 过去我记得 我们小时候打完篮球 跑回来 对着水管子 拧开水管子 嘴巴接上去 咕嘟咕嘟 先灌一水饱 那时候也怪了 这为啥感觉也没有 喝一度的凉水 还都是水管子里的 然后人家说 那边还想赛一场 去不去 去 还要去 要去赛一场 所以我们说的生命在于运动 这个运动是指狭义的体育运动 那么体育运动中 有一种是大众体育 我们都知道 现在街头 各种人 连老头老太都在那里做 那叫大众体育 但是作为竞技 作为一种体育 比赛 都是超负荷的 这种超负荷的比赛 一般情况下都是折瘦的 我跟有些运动员也聊 他说他们这事都折瘦 尤其 大负荷的超体力 比如 拳击 铁人三项 马拉松 等等 马拉松 你想这人一口气 两个多钟头 要跑出42.195米去 那这个不是42.195米 那就两步就跨过去 就是42公里加上195米 那么这跑下来 就我跑不下来 我跑下来得吐血 我有一阵子喜欢长跑的时候 那时候上班 上班骑着自行车 不骑 扶着自行车的后座 跑 一路跑到单位 那就是健步如飞 为什么能跑呢 不为什么 就因为瘦 人瘦都能跑 你看跑马拉松的 没一个胖子 你越胖越跑不动 你看那胖子 都跑得呼吹带 脚底下跟踩棉花似的 胖子都不灵 但是如果你这种大负荷的超 这个超体力 超强度的 肯定会影响健康的 所以包括拳击 你看这个拳击运动员 那当然有时候出事故的不算 说这个一拳给打飞了 打死了 但是晚年的时候 这脑子 你想你这脑子 一共挨了好几万下 你说这脑子肯定是不好使 你脑子里头 甭管你有什么 这个头盖骨保护着 你里头那点东西也是软和的 跟那个跟豆腐似的 老这么晃到的 不行 所以很多运动员 比如体操运动员 跳水运动员 什么的 退役以后 伤病会很多 所以我们统计下来 看不出这种狭义的体育运动 对生命有什么好处 那平均寿命呢 有的统计比正常人要少一些呢 所以生命在于运动这句话呢 我们从狭义上理解呢 我觉得这话肯定是有问题的 那么你比如啊 我们举例啊 就是你比如我们作为平常人啊 我们看到一个报道 就武汉有个女士啊 这女士呢 这个为了减肥 毛足了这就运动啊 我告诉你啊 减肥一定少吃 一定不是靠运动 运动如果你拼命的吃照样肥 每天坚持跑步一两个钟头啊 然后有成就了 有成就以后有加大运动量 每天又跑三个小时 最后突然双脚酸痛 起床以后尿中带血 我有一个朋友 就是跟全公司的人啊 毛足了进去爬山 回来就说 他说尿的都不是血 是酱油啊 都是黑的啊 然后诊断为是什么呢 是一种叫横文肌溶解综合症 这听着都很恐怖啊 说这个就是你长时间的超负荷 患的一种疾病 所以这个呢 可以证明啊 人的这种狭义的超负荷超体力的这种体运动 不延长寿命 所以我们第一个生命在于运动的这个说法 就翻篇了 那么生命在于什么呢 生命在于劳动 我们今天能够啊 能够看到的大量的长寿的例子呢 都是劳动人民啊 你比如有的这些报道说上山砍柴下地干活啊 说是根雕艺术更是一绝 说的是谁呢 说的是江西啊 江西武功山上有一个100岁的老人士粗活细活全能干啊 我在电视上也看到过说那老太太100岁了自个还砍柴呢 说句实在话啊 100岁的老太太上山砍柴是家里人不孝 他要说上山捡点柴火我倒认了啊 你说你砍柴 你想这老太太拿一斧子再去砍柴啊 这事儿听着不是那么太舒服 但是今天的长寿的人呢 大致都是这种比较偏远地区 没啥密语 就是吃也吃不饱 死也死不了 就是我告诉你 吃七分饱都多了吧 我上回说了只能吃一半饱 你如果想减肥啊 你想长寿 你只能吃半饱 什么叫半饱呢 就是你吃完了饭 还得一步三回头 这就叫半饱 挺痛苦的 我这些日子就经常是半饱啊 就是看你什么都想吃啊 因为体重呢 减下这一部分有点反弹 反弹我有一条界限是我自个儿画的 我过这条界限我就不吃饭了 我就必须要把体重降下来 为什么 为了长寿 为了我们这期主题要多活 新疆的长寿的老人 比如我们的巴马地区 比如我看到好像还有这个俄国的这个高加索地区 高寒啊 高冷 高寒呢 人的新陈代谢就相对缓慢 你就能活得长 我们就要减少新陈代谢 所以这个劳动呢 但是大量的劳动还是这个对人的身体啊 超负荷的劳动是有伤害的 我们讲过我年轻的时候都干人干过生活活啊 那都是累死人的 就是一旦卸下来这人就跟打病一场一样 所以呢 这个生命在于劳动这个说法呢 也可以翻篇 那我们再想想那生命在于什么呢 生命在于活动啊 看看我们不说运动了 不说劳动了 说活动啊 人得活动 活动手脚 老得动换 所以你今天看 在中国大街小巷 一到晚上啊 散步 还有什么 广场舞啊 号称大妈舞 其实也真不是大妈舞 我有一年在昆明啊 呃 事办完了正好是傍晚 我就钻进了一个小公园 公园里有几个男的跳广场舞啊 跳的呃 那个比较诡异啊 我就没见过那么跳舞的啊 那个舞跳的那个舞姿啊 都是销魂啊 就是他自个儿销魂啊 我们不销魂 那么呢 这种活动也不是运动 也不是劳动啊 它就是一种活动筋骨 那么广场舞呢 它是这种东西啊 这种现象是早晚两头 早晨啊 我去过北京的公园啊 北京哪家公园 只要是早晨一开门 你一进去 公园里有意思 全是活动的人群 这人群呢 一部分是活动筋骨 一部分人呢 是喜欢表演 大部分人是活动筋骨加表演 比如跳舞啊 准有一 围着一大圈 有的人上去 一会儿一换装啊 自个儿还戴四五套服装 那服装换的比较简单 比如呱 戴一军帽 就跳什么什么红旗闪闪呢 要不然脑袋上咣当 记忆养肚白啊 唱这个信天游啊 等等 就简单的化妆啊 这个还有的人呢 在里头 比如练唱的啊 练唱也是一种活动 比如练相声呢 我见他就那酷爱相声表演的 一个人啊 对着一丛树啊 这个在那说相声 那相声要多不可乐 有多不可乐 但是他自个儿还得 假装人家有乐的反应 还在哀一鼓掌 说都不要鼓掌 是不是 那个嘿 自个儿别提多高兴了 所以我们就有了优秀的小品 最好看的是谁呢 是我们赵本山 宋小宝和海燕演的相亲 那不就是上跳广场舞去了吗 是吧 跳广场舞回来以后 赵本山还说 你那个属性不合 对不对 人说现在不谈属性 现在都谈星座了 说海燕啊 你长点心吧 我们有机会谈谈 生肖谈谈属性 那么广场舞的好处是什么呢 它不仅仅是对你的身体好 就是你活动精骨 更多的 今天更多的是心理的好处 人是一个群体的动物 就是它非常喜欢群体的这种活动 我们过去的群体活动呢 都是在单位 比如这是一家工厂 这是一个军队大院 这是一个医院 它互相之间 我记得我小时候出来 晚上出来 都是这些熟人散步聊天 今天各种小区来的人 都是互相不认识 所以呢 大家就把自己喜欢的这个癖好 比如跳广场舞 晚上就靠着这一会儿集结起来 大家聊天 这聊什么天呢 我也没去听过 但我知道他们聊什么 他们就是聊那重复的天 每天说的话 基本上一样 就是小八卦 大八卦 一到时间 就六神无主了 一吃完晚饭 平时都拖拖拉拉 一吃完晚饭 可高兴了 着急赶紧去跳广场舞 谁也拉不回来 甄嬛也拉不回来 芈月也拉不回来 他就不看了 他就要混进这个广场舞的队伍 我都去过 我这个趁着黑进去过 这个有一回 我从这个北京的荷花市场晚上出来 看那堆着一群的人跳广场舞 我有点好奇 我呢就进去了 我这刚一进去 就一个人过来 黑眼看不清 就拍了我一下 跟我说这个 我啥意思 两块钱 我说凭什么管我要钱 他说凭什么管你要钱 你听见这音乐没有 这音乐就得给钱 你给两块钱 我说 我不知道 又没钱 身上没钱 我不能说我刷卡 我微信支付 我也不会 我这身上还真没钱 我又丧不大眼睛 从那里吞出来 我说我不在里待了 我出来我远远的干着 远看不还钱 只要你进了他们的区域 你给冷块钱 我觉得公平 他跟我要少了 他要多了 我就包园了 今天你去看这种广场舞 大妈舞 你注意看 还真就不是一水的大妈舞 第一 里头有很多大叔 大叔干嘛去了呢 大叔肯定是找大妈去了 如果有大娘 就一定有大爷 大爷干嘛去了 是找大娘去了 这不是明白这事吗 那小年轻混进去干嘛了 小年轻去找大妈去了 小心点 进去干嘛呢 跟你套词 套近乎 跟你说专业 说你听不懂的 这支曲子如何如何 这姿势应该怎么样 跟您混熟了 我告诉你 几个事会出现 第一个事 有可能是卖保险的 第二个事 有可能卖理财产品的 第三个事 那就更悬了 就是卖保健品的 就是不能保健 也伤害不了你的保健品的 所以一定要小心 这小年轻混到大妈队伍里 他一定不是奔着人去的 一定是奔着人兜里那钱去的 所以要小心 生命在于活动 这句话呢 是一个很普通的现象 我们不能证明你 这种活动能让你长寿 对不对 那么有人就提出 说生命不是在于活动 这生命在于活动 这事也得翻篇 生命在于什么呢 生命一定在于 蠕动 听明白了吗 蠕动 虫子 蠕动 慢慢的蠕动 这事是不是有道理呢 我想了想有道理 他比活动好 他要慢 长寿的东西都慢 你比如蜗牛 比如这个王八 咱不能把自个儿比喻成王八 龟 龟可以 龟兽嘛 龟虽兽啊 龟虽兽啊 就是龟就活得长 都是慢动作 他那动作像 像这电影拍出来 放的慢动作 是吧 所以很慢 要长期练习 所以我 太极 没有这样的 那全是猴拳 一定是慢慢的 这太极 慢 这就是瑜伽还有很多种 据说还有这个热瑜伽 还有裸体瑜伽 还有什么各种瑜伽 反正我都没去过 那么这种练习呢 它是让你静下来 就是你又不感到不是那么很累 然后呢又又能够排忧解难 能排除烦恼 收获这种心灵上的一种宁静 我们因为处在这样一个 分杂的社会 每个人身心呢 都比较混乱 比较疲惫 生活啊 工作竞争激烈 生活节奏如此的之快 然后呢 你每天都跟上锦了发条似的 所以呢 你每天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工作中的问题 生活中的问题 不愉快的事很多 你比如我吧 我有时候说啊 本来我从我们家出门 到单位啊 我最早啊 这个不到20分钟就到了 现在得走三四十分钟 为什么呢 因为路上加了很多障碍 这障碍也不是谁加的 每加一个障碍 就让我在路上增加几分钟 那么这些年来 我算了算了 加了七百个障碍 我的上班时间 无形的就翻了一个跟头 那我就不明白了 加这障碍有什么好啊 只是让我们效率降低啊 我这身心就变得非常的疲惫 所以没有办法 那就静下来 这个想想啊 达不了实际的太极 心中也得打一太极 把这事给化解了 所以生命啊 就提倡这种慢生活慢运动 就出现了这么一个古怪的词 生命在于蠕动 你信不信 是你的事 其实我也不是特信 因为我看到那个长寿的人 都不是生命在于蠕动 而是生命在于不动 他干脆就不动 我见过一百岁以上的人 基本上都是这路子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